卷入篡改一马公司机查报告的前首相拿督西纳吉 以及一马发展公司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干达 今早双双被带上吉隆坡法庭面控 两人都否认有罪 分别获准以50万利级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不过纳吉的代表律师丹西沙菲尔 对控方一开始提出 比阿鲁干达多一倍的100万利级的保释金 非常的不满 抛轰主控官歧视纳吉 他也质疑控方修改了控状 前首相纳吉和一马发展公司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干达 今早在吉隆坡法庭分开面控 控状指出65岁的纳吉 涉嫌在2016年2月22号到2月26号 任职首相期间利用职权之便 在首相署办公室 在一马稽查报告还没有完成 及提成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之前 执事修改有关报告 抵触了2009年反贪会法令 第23支一条文 而阿鲁干达则被控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串谋纳吉修改报告 抵触了2009年反贪会法令 第28支一支西条文 并可在第24支一条文下同读 一旦罪成 两人将可被判监禁不超过20年 以及罚款不超过会金的5倍 或1万利级是何者为高 两人都否认有罪 纳吉代表律师沙菲毅随后召开记者会 只在同样的控状和同样的刑罚之下 控方要求沙菲毅支付 50万利级的保释金 却要求纳吉支付 100万利级的保释金 显示了这是对纳吉的不公平和歧视 他也质疑控方在罪状上悠转 无论如何法官最终允许两人分别以50万利级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阿鲁干达还必须交出护照 案件则定明年1月4号移交高庭审理 阿鲁干达和纳吉在完成全俄交保后 先后离开法庭 巴都空间谭凯倩 黄议会吉隆坡报道